昨天太累了 这个放下来的衣服都没洗 今天再来洗吧 水好黑呀 今天来先修一下摩托车 他这个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你比如说几个小时放在这里没有骑了 或者放下一晚上他这个打火必须要加油门才能打着后加油门打不着 而且你加油门打着之后只要你松的油门在这个空档他马上就熄火 还有一个问题更加的吓人了 就是有时候你要减速的那个屏幕上你稍微捏一下离合让他滑行一下在那个比如说三档左右在那个档位上 滑行然后那油门松掉马上来换行走一段在那个屏幕他熄火有时候 然后你再重新 想自己在用那个摩托车动力的时候你松掉离合加油门会发现了已经熄火了根本没动力了一下子 老板出来看了一下他说就是怠速太低了给我那个怠速螺丝拧了一下让他这个怠速高一点点 也不收钱 我我自己也不抽烟但是我现在回来之后我买了一包烟放在这个厨房给老板装一支烟 买一点橘子 十块钱四斤 这下子这个车子也没什么问题了就是上一次摔一跤之后 这个镜子这里坏了 那个怠速有问题就是打火困难啊 然后看那个转速如果老是在一千的样子徘徊就是怠速有点低 就是拧这个螺丝 老板说的他刚刚帮我拧了一下这个调那个怠速的今天让那个怠速在空挡的时候打火 要一千五的样子 他就不会熄火了 有时候专业的人 就是这么的简单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进去 屋子里面找一找那些有没有什么能用的工具 找一找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房子里面 那还有个冰箱 这个冰箱 十几年了吧 十来年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这开关还能用吗 螺丝好像偏了 偏过了 螺丝 这边这个螺丝偏了 这里是 接那个 来电的线这是输入 输出线 有开关吗 这是保险 先去三楼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能用的 这是什么 电线 它能用吗 不知道啊 这应该是铜的 这都是不线的 先放在边上 等一下拿下去 初中正式 哪一年的 91年11月 这是姐的吧 这是我姐的 这里还有呢 语文 数学这个是 ABC 磁带 哇塞这个好老了 可爱的银箱 那时候还有这种书 对 银箱历史悠久 三四年前就已经建制了 这个是 这本书 很有那个 值得一看 好多书啊 植物学 预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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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大了 哇 这些书好有那个 这里有一堆工具 这个木的 木盆 早盆吧 对 这个修复一下 把那个缝里面让它不漏水 可以接着用 外面是用这个铁箍的 固定住的 然后你后面是一个 烤茶的 茶盘那种 茶盘 这个我还用过呢 小时候跟我外婆一起烤那个茶 放在灶台上 用一点点那个 碳 之类的东西就 不要有明火 然后那个茶在里面揉啊揉揉揉揉对对对 嗯 就像这个揉的对茶盘 这个还可以修复吗 这个修不了 估计用不了了 很难修 因为你要把那个里面断掉的 不能加你只能更换那一根抽条 对 到时候看吧 然后这里就是工具了有一点点 这是它的 电线因为那时候的自己家里要装电吗 自己家装电就要用线吗 买了很多线 然后不管是自己家用 他要给别人家装水电 一般都是自己带线过去的那时候 是那个电线那个 塑料袋里面舌壁袋里面都是电线 电线哇塞 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都有 因为你要给别人装水电 这种东西都要有 这个应该是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冲击钻 这个应该就是个电钻 这就是个电钻 里面如果是那个铜鸡的话 就是铜线缠绕的那个电机的话 这个可能还能用 就是这个 取那个电钻的取这个钻头的这里 不知道还能不能敲得动啊 这种是比较老式的 要敲一下这里 这个尺这里斜着敲一下 这里就松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 角磨机 这个感觉 还能用 这个角磨机是好的 我不用买了这个角磨机 咋磨呀 插上电啊 然后你按那个 开关呀 他就会那个的呀 开关在这里 往上一拨 下一拨 这个就可以切割呀 角磨机然后你可以装那个 磨片 比如说哪个地方生锈了 他用那种 磨的钢丝球一样的 先从那个粗糙的开始 把那个锈的地方 表面那层锈磨掉 然后换细一点点的再打磨一次就可以上漆了 或者说电焊焊完之后 那个焊的那个纹太粗糙了 就用角磨机打 这个是切割片 这个是切那个 铁的 这个这种是切铁的 它可以翻成那个金属的切铁片 来切木头 切水管 这个我都会用 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我的天哪 这是小一点的吧 他这个可能是换了个新的呗 可能 这个就是普通的 哦这个开关坏掉了 应该是这一个坏掉了有可能 对又换了一个 这个 他舍不得那个吗 丢 这开关坏了可能是 老化了 而这里都 接过一次线的 这个是那个 胶补 自己补了一下应该是接了一些线 不知道能不能用到时候拿下去 这个就 切瓷砖的 哇塞 那 画了那个线沿着这个 切 这个好像还能 大家去试一下 这个锅的话 应该是当初他自己 烧了个瀝青 来做这个防水 做了一下防水的稍微 这里面还有那些 剩的那个瀝青 就自己先烧嘛 我这个 上面来 前院这里还剩了一点点碗 现在把它铲了 然后 还要拿下来 拿着 拿着 哇塞 这个好锋利啊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用吗 接下来请这个杂务房了 这是一台打米机 自己买那个 电机那个马达 然后用皮带装在这上面打米的 这个架子都是自己焊的 那些装置的话可能是这些个就是主要的这些主体是买的 然后这个架子自己焊一下就行 这是一个切割机 这个这个切割机 功率非常的大 就是那个功率嘛 他这个装一个切割片这里 然后这个脚铁这里是固定那些要切的东西的 这样子压下来 那个切割片非常的大 这个力气很足啊 不过都坏掉了 神锈了嘛 他这个是一个通过皮带带动的 这里有四个孔 这个上面放那个电机固定在这里 然后通过皮带 连接这个切割片的轴 速度非常快 很厉害这个东西 坏掉了 这个东西 如果要的话自己做一个就行 然后这边是一个 台转 这个台转应该是接的那个三项电 我家现在有两个电标嘛 我这里还有七个片 这个台转 就是装那个电钻 然后钻铁什么的钻钢板的 这个主要就是钻钢板 像一般这么厚的钢板 他也是可以转圈的 如果做这样后面的朋友的话 应该就知道这个工具有多大 像这个电钻 这是我的拇指 我的拇指其实已经很粗了 算是 这是我的拇指 这个对比 这个电钻 然后跟这个电钻对比 他这个上面上了那个电 钻发的这个叫 这个是人现在钻的那个 然后这是那个大号的 对比 这个工具非常的大 工具不行不大吧 但是他这个 装在这个上面的话 这种台转的力气很大呀 还能用 我感觉还能用啊 就是修复一下 像这个地方除一下锈吧 除除锈啊 什么什么 这东西拆下来重新搞一下 然后这个 主干 这里也生锈了 全部都要重新搞 他应该是通电还能用的 这个东西 开关应该在后面 这是他的主要动力结构 经过了两次这个加大这个扭制啊 这是第一次 通过一个小飞轮 就用我单车的名字吧 通过这个小飞轮 带这个大飞轮放大这个扭制 然后这里又经过下面那个小飞轮 带这个大飞轮 爱次放大 他这个扭制就很强 转速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扭制很大 所以他钻那种钢板什么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一个发电机 这个电机的功率我感觉 应该很强啊 这玩意儿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动 这个的话应该就有很多朋友认识了 这是一个氧气罐 好大一个啊 可以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个切割器吧 这个是来切割东西的 就比如说一块钢板铁板 你要把它切一个圆形出来 就用这个烧 打开那个火调那个火焰的喷射大小 它温度就很高嘛 调到最小的时候那个火整一条直线 那个温度很高 可以直接烧穿那个铁板 可以切出来 然后有时候你调到那个一点 那个火散一点 家里有什么 那时候不是都养猪吗 很久以前了 自己杀猪的话 这个用来烧那个猪皮 烧猪皮 这个调小一点 来烧猪皮也行 这个东西 因为我爸他是部队里面 他可能学的这个东西 在部队里面 他是当了多少年兵吧 他很少跟我说这个东西 他是后面在部队里面 失去了一个拇指 他少了一根手指头 那个拇指被 因为那个部队里面受过伤 后面就卷页 他就自己出来搞这个东西 装水电什么的 所以我们家工具很多 这东西应该是不能再用了 太危险了 然后这里还有他的水管 自己装水电 给别人装水电 你最好是有管子嘛 要装马上就可以去装 像这种就是 好像是双层的 这个好像是双层管 有两层里面 这个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如果可以用的话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可以自己 自己装 就买一个那个热熔接口的那个工具就好了 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热熔的工具 坏掉了放在里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东西 长非常简单 那个工作原理 然后这里是那个铁管 也是水管 它这个是铁的 不过是 这东西的话基本上不会坏 用这种管子的话 可能北方是用不了 因为它没那么扛洞嘛 就温度太低的话可能会裂掉 但是在我们长沙这一片地方 它没有那么低的温度 我们家室内就是装的这个贴板 有一段 到时候我如果通水 还得研究一下 我老爸当初他的水管是怎么走的 哪些地方坏掉了要换啊什么的 重新验一遍 你要得先弄明白它之前的布局才行 到时候我才好动手 这个就是那个盆雾器 这里面装一些 比如说以前种地嘛 要自己去手动打药 就是这个装着 然后这个一摇一摇背在背上 它这里就有个喷头 在这样撒撒撒 到处撒 很累的那种东西 因为这个实际上一次装不了多少 你得来来来来回回 换啊这些东西 这个能用吗 不知道哎 到时候哪天试一下 如果能用的话就挺好了 因为我家 现在周边很多那种什么虫子 什么东西 蚊子 给它消一消毒 我也不用什么药 就那种什么消毒液 打一打消消毒 给这个房子 这个活动搬手 现在应该不活动了 对它已经不活动了 生稀有的嘛 看能不能到时候喷你的那个 什么东西来着 名字也不记得 不知道 反正那个东西就是除锈用的 那东西 很重啊这个 好高你看很长 对 这都是工具可以用的东西 这里还 放了几本几箱瓷砖在这里 我老爸就特别喜欢备货给自己 这都是瓷砖 还能用这种瓷砖都是好好的 这玩意儿放不坏 对 这还挺漂亮的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板车的轮子 这是一个铁的 然后中间一个轴 一边一个轮子 然后那个人推着走 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那个盗骨要 推回来嘛 就那样子一包一包的 放到那个板车上 这个就厉害了 流心锤 我的天哪 这个有 按时筋组 这个是公司的 就是 这种铁管 这种铁管用来做水管的话 那个一头这里要接那个街头嘛 他这个不像pvc管 你必须要有那个螺纹嘛 才能影像那个街头 我还才能接上两边他这个东西 就是给这个钢管 把那个螺纹搞出来 搞那个螺纹的 你看他这里有这个尺 特写的道部 他有尺的这个东西 看到了 螺纹的那个尺 对 这个就是给那个螺纹公司的 然后那个铁管怎么固定呢 就卡在这个上面 那个铁管就这样子卡住 这样往下摇他就卡住了 那卡住往上摇就松开 卡在这上面 然后给那个东西公司 给那个铁管 这个工具的话 应该是 比较了解那个木工的师傅 应该会知道这个东西啊 弹线的 这里面放一点那个墨汁什么的嘛 然后这个就 那个线 放放放那边扯 然后弹一下 那个上面就有一道黑色的 印子 哦我知道了 就很笔直就沿着那个 对对对是的 沿着那个线 那个印子切 啊这个是弹线的 还能用啊这个东西 这个反正建房子可以用 建房子什么都可以 你做木工也可以用 对 不过现在用这个的人少了 因为他很多辅助工具嘛 很先进的 这个老古董啊一看就是 这个是老古董啊 这有一个钉子牵着那个线 你牵住 然后那个墨水 从这里来 它那个绳子就会打上那个墨水 嗯 你这样子人往后面退 然后弹一下到最后 这个我们还可以用 肯定可以用啊 主要是也知道怎么搞这个东西 这里是那个 变焊 这个焊条 这些焊条的话是没办法用了 它脆掉了 应该是焊不起来了 那这里还有好几包 不知道这个还能不能用啊 如果能用的话 哦 看这个觉得 已经有点潮了 就是一个电焊机嘛 然后你那个铁啊 装铁门呢什么的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要焊接一下 这个架子就是电焊焊起来的嘛 我那里还有个电焊机 小的那个大的 没在 没在了嘛 有一个小电焊器 然后这里还有一堆这个 开关 这东西应该还是能用的 这个能用 还非常的灵敏啊 这个装起来其实比较简单了 它都给你标了 ALN1 这些东西 电线 不对 灵线火线地线 就是你哪里装哪里 直接就行了 用那个试电笔 买一只试电笔 每根线头 比一下 它有电的就会亮嘛 最古老的那种试电笔 亮一下那根就是火线 你切到这个火线里面 然后那个灵线接灵线 就完事了 这里是一个小的电焊机 这种小的它就不用什么特殊的电了 i20伏的家用电器可以用 只是它会弱一点嘛 对我来说够用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这个东西 到时候试一下 把这个线接一接 哎 希望它没坏吧 这玩意儿省不少钱 这里还找到了一堆切割片 就是那个大的切割机的 这么大一片 啊 比这个电焊机都高不少 这个很像那个黑胶唱片 对啊 这个东西如果到时候 我有大动作的话 我倒是可以用得上 只是说 弄点家里的活的话 基本上是用不到这么大的切割片 这里还有四片 到时候收好吧 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 这种大片的 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水井 离我们家有一点点远 还在那个前面一点 这个井就在这里 送一个礼物给你啊 你这个坏人 哇 这个井好大呀 这个是当初那个 这边有个专厂 他们搬走了之后 就留下了几个水井 这是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一个 现在是两副人家在用嘛 我们应该还有根管子在这里面 那个水泵是坏掉的 离我们家大概有 100米左右 这个水井好远哦 然后这个水井的话 它的深度是15米深 15米 里面现在水深的话 大概是个两三米吧 很充足那个水源 够用了 我就是需要买一个水泵 那个水泵都得买那个 大功率的才行呢 不然的话泵不上去 泵上去之后 要在平地上走这么远 然后还要上我的三楼才行 这个我估计 摩不开 这至少得两个人 这个井盖这么厚 我问了一下我那个邻居 他现在还在用嘛 他说我们那个管子还在这里面 所以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 担心的就是那个管子在路中间 那么长 有没有地方破掉了 对 这个路中间 我的妈呀 如果破损了 就没办法 再用了 要自己重新 在这里挖一条沟 一直挖回去才行 因为那个管子要埋在土里面 他才用得久 你如果暴露在外面 他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 像那种PVC管子 你埋在这个土里 几十年上百年 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接那个电线过来 这里倒是有一个小电线杆子 要接很长的线啊 这个 原来的线应该是没有用了 因为我在我家 没有看到他出来的线 这里倒是还剩了一点点 往我家方向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两根线 这两根线应该是我家的 对 啊 上面这两根线是邻居的 那那你看得到 对 那两根线是邻居家的 我家这根线应该是 没有了 他只是现在这一端才能看得到 那一头的话 我们这条啊 到时候可能跟那个水管一起 买暗线嘛 找两根管子 一根水管 一根那种普通的塑料管子 然后那个管子里面走线 这不是有两根线吗 对 这个是铝线 里面是铝 这截到哪里去了呢 截到我家 这里还有根电线啊 这还有一个电线杆 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用的 都被那个树挡住了 是从这里开始就断掉了吧 对 从这里开始就没有了 掉下来了 没有了 找不到线了 这里开始就没有了 我那个杆子就没了 对 那就可以从这里接过来嘛 对不对 从这个杆子接过来 对 然后这个里面还没有杆子 这里面没有杆子了 从这里开始就只能转为地下了 其实走上面还是好一点那个电线的话 因为它 容易维护 哦 我知道了我们的线在哪里了 在哪里啊 哦掉在那尺丧里面了 尺丧里面了 对 断掉了 那掉一根掉在那个水里 这里 那根就是线 对 我知道怎么走的了 它就是可能直接从尺丧这里垂过来 然后 接在这个 屋顶的木梁进去的 这样子 然后垂在这里有一个不太好的点就是 有的时候那种车吧 但是这个路的话说实话这个乡村 自己小路那个时候 也过不了什么大车 没什么大车走这边 对 我在这里立一根杆子 把它撑高一点 就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那个杆子也很难找啊 现在电线杆子 嗯 找一个那种 木头 然后 给它做那个 上面涂一层那个防腐的 嗯刷一下 立在这里面还是可以管很多年的 那个没问题的 就那样子走过来吧 那个线 对 到时候说要砍掉一点点树枝 就是砍掉一点点树枝吧 影响那个电线 不能从那边要砍掉点树枝啊 就是那一边就行了 树的话不用去管它 对到时候就这样子走 那这样子如果斜着走直线 那个电线的距离倒是近了一点 对 水管没办法这样走啊 水管 就是那个电线就可以走走天上了吗 对对吧 水管还是走 水管到时候把这个电线通了之后 那个水管就让它 试一下买一个水泵进去 接上那个水泵 然后接上这个旧的水管 先抽一下把那个电线拧好 先抽一下水 如果它能到我家里 就证明这个中间这一段水管 它没有坏掉吗 对 没有坏掉我就不用去管它 那样的话就省了很多事情 也省了很多管子 省了几百几百块钱的管子 然后家里的管子的话 就比较好做了 我自己都能做 买一个那种拼接的那个热熔的那个工具 就自己可以接 买一堆那个接头啊什么的 三通啊 弯头啊什么的就可以做了 买一点水龙头 再买一点那个缠的那个布 就可以了 还是挺方便的 现在就是等那个冲击钻到货 因为我在网上买到了货之后 我要先把那个水塔 旧的那个水塔完全给它打掉 然后就装了个新的上去才能通水 像我们这种农村 你没有水塔的话 很难用到水的 特别是这么远的距离 如果我用那种比较自动的棒 自动的水棒的话 基本上很难把那个水抽上来 潜水棒的话又没办法说 你拧一下水又开一下 拧一下水洗个手 也就开一下那个潜水棒 洗一下手也开一下潜水棒 那很容易烧坏 必须要存水才行 现在就等那个冲击钻 来加一点油 等会要跑县城了 肚子好饿啊 我们去买几块那个炸南花干子吃 快一点点 快不了 哈哈 人家有两个人去 他也要两三分钟 但是不能天天吃 吃 吃 他也要是一样的 你不能带走 吃 黄霜 躺 吃 吃 去 你 你 太香了 老板生意特别好 排了好多队 这个淀粉肠也特别好吃 太香了 这个淀粉肠也特别好